红纱罩着头部 带身体剧场好几位舞者 一个接一个弯着身子 踩踏在舞台上 再看到的是传员文化艺术团 舞者们花长时间重复动作 达到身体训练 不过要游走在一个一个舞台 并不容易 机会也没有想象中多 2019年台北市益创工会调查发现 有半数以上艺术从业人员 月薪布满3万元 平均每个礼拜工作时间 高达52小时 这些人如何兼具理想与现实生活 尤其社会保险的覆盖率 也不够充足 不止工作权益没保障 艺文从业人员的工作合约 关于甲方乙方著作财产权怎么签 未必都能如愿跟资方达成共识 让更多的甲方可以找到一个 让甲乙双方都能够双赢的方式 艺文工作者将生命热情投入创作 但面对整体产业环境 及劳动条件种种挑战 近几年不断爆出的剧场工作者 猝死等事件都显示出 台湾艺文工作权益保障人不足 原是新闻喜故已故台北市采访报道